每到夏秋季节,阳光明媚的时候,我都要清理下屋顶的苔藓 这些苔藓一到阴雨湿寒的季节,就会在屋顶泛滥 它们繁衍得特别快 这种苔藓对屋顶的破坏力极大 它们会钻进缝隙和角落,去腐蚀破坏这些瓦片 但为什么要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清理它们呢 因为这种苔藓最怕的就是阳光 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就变成了这样 像一团团的黑炭萎缩在屋顶瓦片上 但别以为它们枯死了 一旦气候阴寒湿冷,就迅速复活,繁衍 如果不在它枯萎的时候及时清理 就会在冬雨季节泛滥成灾,毁坏屋顶 不同的气候环境就会滋生不同的植物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的心气就是生命的气候 当我们的心气平和的时候 就像这万里无云的蓝天 一切负面的阴暗的东西都会枯萎消散 而当我们产生情绪的时候 就是乌云密布,阴雨时寒 生命中的苔藓就会滋生蔓延 如果一个人始终生活在负面情绪的冬雨季节里 就会不知不觉地生出大问题 不好的情绪会被身体吸收 滋生疾病 会直接攻击腐蚀脏器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虚弱 无力,痛苦 无论花多少钱去养生 心气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 都将会徒劳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每天有那么多的压力 不如意,烦心事 还有那么多诱人的欲望无法实现 怎么可能有好心情呢 我们发现 无论喝了多少心灵鸡汤 明白了多少修心养性的道理 都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网络时代 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道理 缺少的是解决心态 情绪问题实际有效的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 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解决心气、情绪的问题 因为生起情绪 使我们长期养成的机器 试图很快地把多年的机器改变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们无需每天强迫自己高兴起来 解决心气问题 并不是每天都要有好心情 比好心情更有价值 更疗愈的是心气的平和 平和的心气 就像这万里无云的蓝天 清澈、辽阔、明亮 是画掉机器的法宝 然而,光懂得道理 是无法实现平和 画掉机器的 平和是一种功夫 一定要训练 就像弹琴 尽管你懂得乐理 辉味、指法 也无法弹出乐耳的声音 你必须耐心地训练 反复地体会 才可能弹出像样的调调来 用什么方法能有效地训练出平和的心气 让身心充满阳光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 古老的太极拳运动 就是修炼平和心气的完美方法 太极的每个动作 都是用你心气波动的琴弦 用司马懿的话讲 弹琴的时候 心乱则阴躁 心静则阴纯 心慌则阴雾 心态则阴轻 太极的动作也是一样 身形的变化 实际是心意的展现 如果你心乱了 动作就会乱 心浮躁了 就会憋闷酸泪 焦虑了 就会僵硬 笨拙 不得不草草收场 心静了 就会平和 流动 平和了 才会美美地享受动作中 那种悠闲和惬意 打太极的时候 你会小心防范你的肌息 露出尾巴 你会努力平和你的心气 你不会允许产生情绪 因为情绪会破坏你的平和 会让你笨拙紧张 在这平和的美好享受中 在觉知纠正机器中 你训练出了 你训练出了 把控情绪的能力 生活中 不好的 混乱的情绪 瑞有苗头 你就会有觉知 你就会用你平和的功力 化解 你就会神气内敛 身心安泰 因为你锤炼出了 把控自己心气的功夫 你随时都可以展现你的功力 所以 推荐那些无法摆脱烦恼 苦痛的人 好好地练一套拳吧 他会陪伴你一生 让你生命的气候 万里晴空 身心轻盈 自由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